拆箱拿出好几盒伴手礼迅速捕获上架 这一头店员则是仔细向顾客介绍商品 从凤梨酥、黑糖糕到牛軋糖和牛肉干 全都充满台湾味 很多耶 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 第一名嘛凤梨酥 拿我们原味的牛軋糖 台湾伴手礼每天卖破百合 因为西门町人潮回龙 业者趁势砸重金进驻 选在知名面线店旁插旗 更成功拦截不少观光客 成为新店王 店面约二十八坪 月租二十五万元 换算每瓶八千七百八十四元 创下万华区今年租金最高纪录 伴手礼店他们的业绩 都增加了三成至四成 业绩相当的好 当然你业绩好的话 就很多人愿意来西门町 这边来租店面 计刃车也出来 不然都是跑北海岸这边的 一日由包车小黄排班抢客 和伴手礼店开张 两大指标显示商圈景气明显复苏 毕竟海外观光客 一定会带纪念礼品回国 人均消费单价也都相当高 有很多的换店 换店的黄间数大概有四千五百间 所以说如果住满的话 会促进西门町晚上的商圈的环容 亏别过去三年乌云 西门町店面逐渐重启 下一步就看药妆店 是否也遍地开花 吸引解封后的消费狂潮 三年乌云孙宽 李孟山台北报导